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全省郵局地址的資料 全部都匯入到Excel的檔案當中 也就是說把Excel當成資料庫來存放置 25個檔案其實好像我剛剛看一下 也才1000多筆資料 其實也不多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可以的話 盡量多找一些檔案 檔案數它越多你越有成就感 有沒有 看我很厲害 現在寫入了幾萬幾十萬幾十百萬筆 馬上就可以寫進去 那其實也佔不了什麼時間 而且很快你會寫起來了 你要做報表的時候就簡單了 但如果你不會你變土法煉綱的話 往那花非常多力 如果這一件事情是重複性很高的 比如每一段時間或每天 或甚至每個小時都要做一次的話 時間越短那越有必要寫 就用個程式 不然的話 假設你從那個事情當中 這個什麼 跳脫出來 應該是釋放出來讓你時間比較多 而不會說這個再用反而更換 不會吧 程式寫完之後好像事情就解決了 我自己感覺好像很多事情就以老有用意了 OK 所以如果沒有把程式寫出來 感覺好像這個事情永無止盡的 你一定要去做那件事情 OK 所以大概兩者相較之下 我寧可把時間花在 把程式寫出來這件事情上面 OK 當然未來也許不是你們自己寫的 如果你假設你還沒那個素養 沒那個能力 沒那個功力的話 沒關係你至少可以跟別人溝通吧 別人講什麼你至少是聽得懂的 而且兩邊的語言是可以相溝通的 不然的話最怕就是說 真的是雞同鴨講 有沒有 有時候真的是對方沒有那個素養 你跟他講半天 他就是聽不懂 然後你跟他講他又說 而且他的敘述方法又不是電腦那種敘述方法 所以其實就很累啦 那如果你有程式相關素養 至少你會比較知道說 怎麼跟工程師溝通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最後我們是希望把這些全部都匯整起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把剛剛的程式寫出來 就是一個三重 但是我現在不是只有三重 我要O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存檔的名稱 把它存成O 第一個 O.xlsx 好 那第二個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應該是這個地方吧 有沒有 開檔 然後呢 ReadLine 然後最後把它寫進去這一些部分 那目前的話呢 只有三重 可是我如果要不是只有三重 而是要全部的話 那全部的話 你可以拿之前的那個合併的這個範例 還記得吧 就這三行 應該是這兩行為主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找到那個清單的路徑 所以如果這個清單路徑有的話 那我把這個清單路徑 用那個 我們用OS.work 把那個路徑的 所以其實就是這三行 所以當然你可以先測試一下 先把這三行有沒有 前面寫過嘛 就是 For root.dir這個list 這個先把它拿來用 另外再開一個新的module 把它貼上 我們先Run一下 確定說這一段 確定說這一段這三行能夠把什麼 把那個我們要的這個路徑 檔名跟副檔名全部取出來 上面會有個錯誤啦 因為我用OS.work 所以記得有OS的話 一定要把它Import Import什麼 ImportOS 因為這個模組的話不是內建的 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一定要把它匯入 OK 好 好 那我們把它Prin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結果 把它Print List1 這個 先Print List1好了 先把這個List1先Print 理論上應該就是 得到的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這一行 主要是這一行 你可以看到 Print出來的話 就是到一個串列 三重.txt 中立.txt 如果假設你要把它一個一個取出來 分別取出來的話 在這個for回圈下方 再增加一個for回圈 就是for i in range 0到這個串列所有的 然後把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有沒有 得到一個i的變數 i的話是0 所以List0的話指的是三重 List1的話指的是中立.txt 所以我在底下的話 這三個 我把它再加一個for回圈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Print的結果 它就分別怎麼樣 把三重.txt取出來 0嘛 然後1的話就是中立.txt 所以這三行 假設我要把它怎麼樣 跟這三行 所以這三行我把這三行 跟剛剛的程式 中立的部分結合在一起 那放哪裡呢 其實就主要是取代什麼 就是放在這個三重.txt的上面 OK 所以把剛剛那三行 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 OK 所以這三行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F等於open三重.txt這個上方 貼上 OK 那貼上之後的話 將來會取得這個 就是這個名稱 我要把它放在這裡 可是記得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因為這邊有兩個for回圈 所以需要有兩個縮排 那也就是說 底下這幾行除了save以外 除了save以外 記得你要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兩個tab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for 一個嘛 這邊又一個 所以兩個 按兩個tab 也就是說 剛剛的這一些事情 變成要在這個回圈裡面 被使用 OK 另外還有一個 因為這邊會有個錯誤 XX 為什麼錯誤 因為os他看 有沒有 他說他不知道os 所以剛剛那個input 這個os要把它拿過來 這個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好 再來的話呢 所以我們已經有這個 有沒有 這個名稱 把這個名稱把它移到這裡來 好 所以 這個 一滴子掉 然後串接什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擋名跟副擋名 把它串在 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路徑的後面 路徑的後面 然後再加上那個擋名跟副擋名 所以他會先開三重 對 然後三重打開之後 再把它一個一個的寫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中立 然後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以此類推 中立再來可能台中吧 南投 一直到豐原 那總共25個檔案 等於就是他逐一逐一的把它寫進去了 應該這樣就OK了吧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 最後就save 記得這個save 你不要沒事把它縮排兩次 一個兩 不是 剛剛不是 那為什麼不要 因為你最後才save吧 你不要說做一個save做一個save 那這樣的話太浪費了 太浪費時間了 OK好 最後把它run一下 看有沒有錯誤訊息 OK 這個地方有錯 這為什麼出錯 看得出來嗎 他說為什麼你裡面的東西是長這樣 跟各位講 有一個地方非常容易出錯 哪個地方 因為剛剛我們用的 always.work 這邊的名稱叫list1 有沒有發現 那我們open底下的這個地方 也用了list1 所以它會變成說 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它會是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跟副檔名 但是跑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把讀取的那一行把它蓋掉了 所以它裡面就放的不是檔名 跟副檔名 所以怎麼辦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第一次就list1 第二次就list2 第三次就list3 意思類推 那如果假設重複怎麼辦 沒辦法你就把它往下一個 比如說這邊是1已經被用掉 所以1我就把它變成2 這個底下的就變2了 OK 所以你要看知道哪些事要把它改成 有沒有 所以這個readrise剛剛是1嘛 那你就把它改成2 那底下的這個地方 這個spread這邊也要把它改成2 OK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就把它改成3好了 好 這樣的話就應該沒問題了 好 所以就完成 OK run一下看看 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沒問題了吧 不然的話真的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細節還蠻多的 OK 好 執行看看 嗯 index out of range 這一行 這一行 out of range 啊 這裡沒改到 有沒有 這個應該不是list1 應該list2 所以這個又漏了 OK 執行一下 OK了沒問題 看一下結果啦 OK 結果對不對呢 o.xlsx打開 如果裡面有1800多筆 我記得 Ctrl向下 1315筆的話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按Ctrl向下 最下面是1315筆的話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Ctrl向上 OK 那表示應該都寫進來了 Ctrl向上 這個應該三重吧 一直往下應該就到中立了 這個青裝 他好像也算在中立 算在那個 三重 這個是中立 沒錯 OK 56 一直往下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了 那最後那個藍框 這沒辦法自動藍框 所以這個你自己 自己把藍框調整一下 選這三 這四藍 快點兩下 這樣就自動幫你把它拉寬了 OK 欸 這樣的話呢 很快的 把25個檔案的資料 全部就塞到Excel 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了 OK 最後呢 再把它關掉一下 那我把這個剛剛做的事情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因為還滿多細節要注意的 我把它Ctrl力一下 Ctrl力 恢復一下 這樣 把它回到剛剛最原始的狀態 我再講一下好了 好 首先它第一個 改哪個 就是你們先利用那個OS.work 這個 先讓它可以Print 確定一下 它的檔名可以把它一個分開來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把這幾行有沒有 這兩行 主要是這 應該是這兩個吧 把它移到哪裡呢 把它Ctrl-C 這個 把它Ctrl-C 貼到三重有沒有 開三重的上方 切上 那因為有兩個for回圈 所以把底下的程式 除了save以外 都按兩個tap 這樣子 OK 然後在上面的話 再匯入那個OS OK 那這樣子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 但是剛剛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個List1的名稱重複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怕說將來會重複 乾脆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直接從2開始 不要從1開始 有沒有 三重的那個時候 我們就從2開始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OK 不然的話List1 底下也有List1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幾個 你這樣選起來 它其實會告訴你 這兩個不用改 這總共有四個有沒有 這四個要改成這個List2 那這兩個要把它改成List3 OK 所以不要改錯 這邊改2 總共有四個 這邊 剛剛漏掉這個 落到這個 總共有四個List 下方的List 下方的List 改成2 然後這個的話改成3 這樣應該就成功了 OK 好 那把它再弄一下 這邊怎麼有一個錯誤 List3 這裡啦 這個 這邊也要改成List3 OK 1 2 3 所以要改三個 那2的話要改四個 OK 那至於改的結果 我等一下也會把這個程式貼到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那我再跑一次確認一下 OK 沒問題 打開應該也沒問題 那結果如果有1100 啊 1300 怎麼又 剛剛不是1315 現在又變多了 不對 底下怎麼有新裝的 那可能喔 最後 如果你假設 要新增之前 可能要把舊的這個刪掉 不然我看它是不是 會用append的 會把它放在它後方 會變成越來越大 看一下 如果把它手動刪掉 可能都像 也是1375 不對啊 底下怎麼新裝 怎麼都是三重 我知道了 應該是程式裡面這邊 OK 你們試試看 待會我改完 我把它把它貼到雲端 我會想要看 你有沒有想要把舊 我會想要把舊 我會想要做 你 沒問題 誇張